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知道中国突然的针对COVID-19给解封了 解封之后因为你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造成非常大的生命的损失 但非常奇怪的是 中国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损失 似乎接受了 但是他们不接受另外一条人命的损失 而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叫做胡新宇 刚刚刚讲的 在整个微博热搜里面 所有的排行榜 都是他 大家都在追究 这个小孩子到底怎么了 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失踪 后来这个小孩子找到了以后 他居然身亡 身亡了以后在追究 他为什么会死掉 这个死掉中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且这个特别在哪里 特别到老胡都出来了 胡锡进都说话了 你想想看 一个高中生 这样讲的 中国因为COVID-19死伤这么多 中国接受了 但是一个高中生失踪 一个高中生死亡 竟然在中国引起了渲染大波 结果连胡锡进都说 这个案子非常蹊跷 充满了不应该有的神秘跟混沌 到底老胡也是见多是广的 连老胡都觉得 他充满了神秘跟混沌 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让中国像炸锅一样炸开来了 搞了半天是什么 当发现他的时候 他的器官居然不见了 所以有人讲说 他是不是因为他的失踪 他的失踪就是为了取他的器官 他的取他的器官造成一条生命的损失 而且我们再去追查才解 知道说原来中国不是正式待遇事件 中国每年都有很多像他这样的青少年失踪 很多青少年都是因为这样的器官而遗失了 难道中国有这些 我们不知道的可怕秘密事件的存在吗 在微博居然炸锅了 炸锅了以后 居然就在查一个人叫胡新 胡新宇 从他开始失踪 失踪到时候 整个警方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的时候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找到尸体 可找到尸体时候 更大的炸弹炸开了 目前为止的 全中国的所有的 网民民众都在讨论一个案子 叫胡新宇的这个案子 大家都想要扮演柯南 知道到底中间发了什么事 你看这是微博上面的热搜 你看他排行榜全部里面 都是跟你只要有胡新宇这几个字 完全都是热搜的排行榜 你看今日阅读5.7一次 阅读8.4一次 2.3一次 3.6一次 全部中国人民都在关心这个案子 随便一个帖子出来都是上一字 那为什么会 这个案子会引起大家注意 他是一个在山西上饶市的一个高中生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宝洁他在去年10月14号 从他们学校里面就离奇的失踪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他最后的身影 他的衣服这个样子都被记录下来之后 10月14号就不见了 不见了之后呢 后来割入一段时间之后 家人去报案 家人报案说 我这个小孩子胡新宇不见了 就没想到 他们就开始找 说你真的不见我们开始找 宝洁现在从10月14号一直到他发现尸体的1月29号的时候 106天里面 一共有5000人在那个地方 等于是他们动用了非常多地方的保安 学校的人员 5000人 然后在那个地方 你还是找不到 收了五六次 收了五六次之后 一直找到 找都没有找到尸体 代表说第一个 现在这种青少年的失踪 他不是在一戈 这一定有嬉笑 第二个是 这个学校有很大的问题 对好 那因为找找找找 大家都找不到 结果找到后来 你看他们当地市政本来发了一个说 我们很认真在找 我们绝对没有不找这个人呢 就这样 1月29号发现尸体 发现尸体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 在距离他们 他们学校只有100公尺不到的地方 100公尺 那怎么会没有找 花了5000人 先動員了五千人 然後這個收了106天之後 結果沒想到 他的屍體就在學校旁邊 那到底那他是怎麼樣 他現在他結果發現到的是說 保證大 這是我們把他馬賽克起來 他的屍體是吊掛在樹上 他吊掛的時候 是用一個這個所謂 這個鞋帶把它吊掛 鞋帶 鞋帶吊掛之後呢 鞋帶怎麼可能吊掛 對 然後好他的屍體呢 已經因為經過了106天之後 已經略微的 有些地方已經看不見了 已經有剩下白骨 那臉還看得清楚 你說器官都沒了 所以他們家人說 沒有錯 真的是胡錫雲沒有錯 就從他的臉看得出來 但是他有什麼詭異的地方 保證我們看到他衣服對不對 他當時穿的外套對不對 他外套在這個屍體上面 是被反穿過來的 也就是說 然後另外一個 他在走路你看 他有一個白T在裡面對不對 白T不見了 就這樣很奇怪 那我如果要把我的白T脫掉 那我是把我外衣脫掉 那怎麼可能說我外衣還穿著 我的白T不見了 而且我還倒穿過來 那到底是 是不是被事後加工 就這些一點 你沒辦法說清楚 沒辦法說清楚就算了 保證那警方在說 這個實體在哪裡 他一開始也不說實話 他說這個在 因為為什麼找不到 他就在荊棘山裡面的 一個這個樹林裡面 結果讓他發現說 不是在荊棘山後面的樹林裡面 是在荊棘山旁邊 有一個他們中國的糧倉 糧倉裡面的樹林裡面 在糧倉 對好 那人家就說 那你有沒有去糧倉做 找過 有 有進去糧倉過 糧倉他們一開始 不願意讓他們進去 但是後來他們一直協調之後 糧倉人有進去 他們去看的 這個當事人的家族都說 我們去糧倉看過 不對啊 那糧倉的人也該知道 糧倉裡面 每天都有人在那裡面 工作都在那個地方 那怎麼會沒有用的 怎麼沒有看到 胡興宇在那個地方 再來當地人家就說 你屍體如果真的藏西瓜那邊 狗都會聞到 為什麼會聞到 當然的臭味 那為什麼這會被發現 就是因為他們的保安 牽了一隻狗 他們去後山要挖東西 狗在那邊叫 他才發現 那如果距離學校只有 九十公尺 那你為什麼沒有聞到 所以這整個案子 充滿了太多 太多一點 然後現在被發現什麼 你在這個 所謂10月14號 它消失的時候 那一天晚上 他們學校的高管 進去了這個 就是所謂 有這個看監視器的畫面 去裡面好幾個小時 那你到底搞什麼 掩滅證據 所以現在完全的 這個案子裡面 充滿了太多太多 不合理的這個地方 他剛剛講的 那不是只有中國媒體炸鍋了 連CNN都報導說 一個是青少年的失蹤 結果他的遺體找到之後 反而帶出了更多的問題了 CNN為什麼要報導 因為胡錫進也講的 這個案子很蹊蹺 太多不應該有了神秘 還有混沌 還有當地警方 對案情的處理不夠有利 導致現在已經大家都 對這個地方政府 形成這個完全不形成 就認為說你們應該在掩蓋 這個案情的這個 好 那剛剛講 這有幾個關鍵字 第一個是他是一個青少年 剛剛講的 他不是只有他是單一格 我們就查了以後 中國每年都有上千個青少年 去讓神秘失蹤 在失蹤以後 後來找到了遺體以後 都是什麼 都是完全不完全的屍體 怎麼可能這麼蹊蹺 第二個就是這個學校 本身有很多詭異的地方 第三個剛剛講到的 你今天中國是全世界 沒有等於說監視錄影帶 監視錄影器最密集的地方 任何人一舉一動 都可能被發現 怎麼可能說 這個人一百多天 失蹤抓不到 對 如果因為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青少年的突然失蹤 變得很多中國 媽媽 爸爸媽媽很擔心的 那你知道 因為胡錫瑩這個案子之後 你知道這幾天發生什麼事嗎 他們沒有陽性 他也說我不要去上課 大家不敢去上課 因為大家都很怕我的小孩 會變成下一個被失蹤的對象 所以這個對中國的影響 相當相當巨大 好 那我們就講 這是我們正面看到他的樣子 他當初就穿這個外衣 還有這個裡面的白衣 後來是白衣不見 然後整個外衣是反過來穿 就是他這個很詭異的這個狀況 好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如同寶傑說的 他們中國有非常多的監視器 那監視器呢 他在學校裡面的監視器 還可以看得到 但是出去就 就沒了 沒有 而且也沒有他出去的 他都從哪裡出去 也沒有人知道 那後來他們還去調查 他們還早先的 警方調查完還說 我們可以排除說在學校被殺 可是大家都說 那你怎麼能這樣就排除掉 那後來因為這個整個警方的辦案 老師都因為媒體說什麼 那你就辦什麼 就後來在1月7號的時候 你看 因為這個上饒師的這個警方 還供了一個文件喔 讓我們看 致網民朋友的一封信 對 他就說什麼 我們很認真在找 我們有四輪的交叉勘查 搜索了學校南側的數領 約589畝 然後千山縣還有魚竿縣的 這個所謂河信段 約兩百公里 然後這個豐福鐵路沿線 約二十二公里 然後走訪的學校 這個旁邊的兩千兩百三十八 哇 講了一大堆 講了非常多 非常多 我們還去看了水庫 還去水塘 對 講到他這個就是說 我們找了非常非常多 他還有三十一萬 一點七萬張的這個交通卡的 這個抓 交通的這個卡片 然後這個看了六千四百七十 一個小時的相關的 欸 他真的是動員 真的動員的人去找他 真的真的 完全撒出去在周邊動員 可是問題是 你看你現在被人發現都說 他屍體就在學校旁邊 對 那你怎麼去解釋啊 而且你不覺得這個很妙是說 一個高中的失蹤的失蹤 為什麼會造成網民的熱議 而且大家一定要把這找出來 就代表欸 這件事情已經多到 或是詭異到 讓人民不能接受了 那除了胡錫進這樣說之外 那你看 連人民網平 他都出了這樣一個 人民網都平了 因為他覺得這個案子 的確是太太過 帶過詭異的一個狀況嘛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目前為止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 你這樣發生他屍體的時候 他的整個腳是 如果你是這個 他是腳 兩隻腳是這樣平行 假設你是做個上吊自殺的時候 其實你不應該是這樣子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很多疑點到目前為止 連人民網都講喔 繼續調查胡錫進事件 以準確詳情化解公共疑惑 他說說什麼 找到了胡錫進的遺體 不等於該事件已經水落石出 胡錫進家人在內很多人疑惑 發現胡錫進 胡錫進遺體的地點 是不是案發第一線上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在胡錫進失蹤的一百多天裡面 相關單位的排查行動 為什麼一直沒辦法 找到胡錫進的遺體 因為他就在學校旁邊而已啊 你為什麼找不到 然後這個是不是第一現場 大家都認為不是 那到底誰在掩蓋這個整個事情呢 大家不知道 不是太管 之前發生八海媽 我已經覺得不可思議 這個比八海媽還誇張 對 是要命的 人民網還說 叫他們不要造假 就是說曲國注目 誰都不敢造假 誰也不能造假 如果稍有查詞 後果不堪設計 人民網覺得 曲國關注 那真的是曲國關注 他們現在曲國真的在關注這件事情 所以你現在到底要怎麼去解釋這個 你看現在所有的中國的媒體 都開始在那邊說 你看胡錫進事件等待真相 這是中國新聞的這個週刊 上游新聞啊 財新啊 紅星 而且他們提出各式各樣的疑點 對 譬如說什麼 他就說胡錫進的這個 他親生的是用這個鞋帶 鞋帶一天 能夠掛一百多天 很多重量很多天 怎麼有可能 不可能 他說根本不可能 掛那麼久 鞋帶早就垮了 早就已經斷掉了 而且那風吹雨淋 早就斷掉了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商友新聞就說 他說他們有訪問過周邊的人 他說因為 如果按照目前中國官方的說法是 他是在學習 因為我們知道 他在糧倉後面的樹林裡面 他要翻過這個糧倉的圍牆 有五公尺之高 他怎麼翻過去 怎麼翻過去 那翻過去的時候 他們有非常 非常純誠的警戒啊 你糧倉有可能就隨便的翻過去 我去放一把火 我就完蛋 所以你翻過去的時候 怎麼沒被發現 對 好啦 就算他刪掉在這個 他親生在這個地方 他在 他也是糧倉後面的 馬上就可以看得到 怎麼可能會看不到 至少有味道啊 所以他就說 這是完全不可能 狗也會聞到 所以你說 連官方媒體都看不下去了 對 你看 這個財新就講得非常清楚 你看 胡興宇的屍體完成檢驗 垂果 那個檢驗的結果還沒有出來 報警人 尋狗叫聲 發生屍體 所以 這個不是 不是 如果真的掉一百多天 早就會被聞出來 為什麼沒有人聞出來 就大家都覺得 不能夠自信 所以就到這個 目前為止 中國很多營運 尚待地方政府能夠解釋清楚 好 那剛剛講得到 今天尾山邊大 你到處其實都有監視器 中國是一個全世界監視器 密度最高的地方 你怎麼可能 以前隨便一個人 你只要離開 你馬上就被抓到 怎麼可能這個人 就這樣不見了 更不要的是 剛剛講到 是誰裝的 海康衛視的機器 他就把海康衛視的人找來 就海康衛視的人來了以後 發現什麼事 都被洗掉了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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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他的那一間學校叫志遠中學的這個校地在這個地方 保證 保證 當然志遠中學裡面來說 一共安裝了一百一十九個監視器 這麼多 等於是說幾乎每個地方都有監視器 監視器來說 那你為什麼 連他出到學校哪裡之後 你都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那就是你顯然為什麼監視器會 目前看到監視器 畫面是沒有 那會不會是被人家刪掉 真的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根據這個胡心宇的這個舅舅就說嘛 他說我們查看監視器之後 因為他去被要求去看監視器的 那監視器他案發 當晚二十四點到次日凌晨兩點 除了監控管理員之外 校長和班主任都先後到過這個監控室嘛 那你看 然後監控室的這個六台主機中 五台主機的這個監控日誌都消失 沒有了 那只有十五號凌晨一點之後的監控日誌有登錄日記 所以他說校方有經過監控或是剪輯過嘛 所以兇手是校方 他舅舅有去看過 那海康衛視就說 我們經過海康衛視人員有來 警方的回答說海康衛視人有來 他說沒有被人家刪減 可是問題是人家的舅舅說 我們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到底誰說的才是對呢 所以他目前為止就是這樣 而且還被人家說什麼 因為流星雨失重時間是2020 去年的10月14號 結果一直到了11月23號 這個公關才說 叫這個海康衛視人員來 趕快把他到現場 我們去看相關的東西 你失蹤就是該馬上找啦 結果已經過了大概約莫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你才去把這個相關的證據保全 所以到底是怎麼 到底是為什麼整個案子 辦得這麼哩哩哩哩哩的這個狀況 到底後面還有什麼樣的 詭異的陰謀在裡面 而且你要講的 這最詭異的狀況就是 他當時以他的成績是進不了這個學校 進到這個學校 他是被這個人說破格錄取的 破格錄取沒多久 他就發生他的神秘失蹤 不過失蹤之後他之前有 原來他們去念中國的學校 你要作為一個體檢 作為一個體檢 你要作為一個血腥比對 有人懷疑說 你的血腥比對 是不是符合了什麼東西 你的血腥比對 是不是剛好跟著什麼的Bingo 然後你這個 你本來不能念這種學校 你念這種學校就是 你是被選中的人 而且那這個胡新宇 他消失的時候 其實網路上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討論的案件 那你看 之前一月十月十四號的時候 就開始已經說 他已經有開就說他這個案子已經開始預謀 就有人說他是預謀了這個事件 就像後來一月八號人民日報說 不要相信那些什麼不存在的這個謠言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主要原因是因為一月八號有人爆料 他爆料什麼呢 他說胡新宇一定死的 而且他是計畫之內事 他想說真還假的 你為什麼還沒發現他屍體 你就敢說他已經死了 他就說因為這樣子 因為他念的是千山智遠中學 他當初的是五百九十四號 其實他並沒有達到能夠進去念書的這個成績 但是學生還說 這個學校還說 我願意如果你要來念的話 我把我錄取你的 等於說我招一百五十個人 可是你在這一屆 我多招了一個人就招了一百五十一個人 沒錯 如果你是一百五十一名 我把你招起來就算了 可是你的成績是五百九十九名 你是五百九十九名 我告訴你 他總分還差六十八分 其實差得很遠的 那而且學校說 我每個月會給你一千五百塊的獎學金 那他當然就說OK 我就進去念啦 所以他進去念之後 那後來被人要爆出越來越多 因為他的成績跟學校有很大落差 所以他一直念得很辛苦 很痛苦很痛苦 然後他就一直在裡面說 我好想輕聲 好想輕聲 所以你看 這是不是設計好了一個局 然後就讓你在這個時候就死掉了 這也太可怕了吧 這就是現在網民 網民為什麼這個討論會炸鍋 就是大家都開始在辦案 好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結果還有人說什麼 這已經是好幾次發生 他說之前有一個女生 類似這樣 他一百五十萬人民幣搞定 那為什麼這個案子會爆出來 就是校方本來跟他說 跟他媽媽說 我們用兩百萬搞定 結果他爸媽不願意 他媽媽就把他捅出來 本來說給兩百萬 結果沒想到就這樣出來了 所以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真的是 所以很多人就質疑到說 會不會是這個整個 可能後面 比如說像器官移植之類的 一些陰謀就浮上台面 因為現在被人家質疑說 現在中國的高官裡面 很多人往生之後才發現 他們很多的器官都經過移植了 對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 不是很多中國的這個高官過世嗎 結果過世裡面來說 就有一些文章 我們看的真的非常奇怪 這是一個中國文聯元黨的 這個主書記還有副主席 文化部長叫高讚祥 他過世之後 你看他的文章 就有一個曝文 會寫他怎麼樣的狀況 結果沒想到他這個文章尾聲說 這些年代高讚祥一直頑強的 跟這個病毒做鬥爭 身上的瘴氣換了好多 瘴氣換很多 對 他犧牲很多零件 都不是自己的了 瘴氣不是換一個 對 換很多 好 那這是一個文章 還有另外一個是金仁慶 他曾經擔任過中國的財政部長 他就說什麼 他說他這個九年前 他因心臟病久治無效 終於做了換心手術 然後他是六十八的老人 換了二十八歲的心臟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很多都是這樣 那甚至還有人說什麼 中國三菱醫院 他們是想辦法延長 他們所謂的領導人的這個稅數 要把他延長到一百歲以上 甚至最近還有一些事情 就是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不是疫情大爆發嗎 很多中國高官就突然之間就死亡 那為什麼突然死亡 就有人質疑說 因為你們很多 如果有器官是移植的時候 你在面對這種 COVID-19或是免疫力比較差 會比較差 那也是因為這樣 你會集體死亡 所以如果真的假設 是外面說的這個器官移植 之類的事情 那這個案子就真的是難以收拾 好 正好 我看到這條新聞的時候 我當時有個非常大的困惑 就是其實早上講的 學生業大家都有這種 失蹤的這個案例 這種失蹤的案例 如果在中國來講 那應該也不是一個 尋常的事情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炸鍋了 後來你講 有幾個關鍵是 第一個 這個學校 還有他的年紀 還有他進學校的一個方式 太不尋常了 不是 可怕的事情是 中國每個地方都有監視器 可是這些失蹤 怎麼失蹤 怎麼不見 不知道 你說這個學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對 這狀況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學校 他自遠高中 他2008到2013年 一年一個失蹤 2013年三個失蹤 2014到2019 又一年一個失蹤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2021年一個 2022年兩個 所以這個學校 其實大家覺得 詭異的部分事情是 哪有學校失蹤成這樣子 而且這些失蹤 你看2013年 還一年失蹤三個人 可是問題是 你說這個學校 沒有去做管制嗎 有 這學校是私立學校 這個學校 光學校裡面監視器 就有119個 你什麼時候失蹤 為什麼失蹤 你在學校裡面 到處都有監視器 你出了校園裡面 中國有天網系統 有天眼系統 什麼時候失蹤 不知道 結果大家去翻閱 他的監視器 海康威視 熟悉海康威視 說畫面都沒有被剪接過 那就怪了 那難道是 你中國天網系統失靈嗎 難道是你校內 119個監視器 全部都沒錄到嗎 難道是這個胡錫玉 有隱身術嗎 這根本解釋不清嘛 所以第一個 現在中國網友就開始去查 這個所謂的志遠高中 到底背景是什麼 志遠高中 他的創辦人是五個人 校長叫做劉古來 跟一個幾個合夥人 其中一個合夥人 叫做錢進 這個錢進 有錢的錢 進不得進 他是來自於美國教授 這個錢進 跟另外一個合夥人 他開什麼 開醫療器材公司 而且這醫療器材公司 你看喔 網友都有特別把它寫出來 他基因的項目竟然有什麼 人工器官這個項目 對 所以網友就說了 血液處理設備 跟人工器官移植 對 所以說這東西 如果是純人工 那倒沒問題 可是你如果做一般器官移植 請問你的器官哪裡來嘛 所以大家都在講啊 傳說啊 這個縣裡面有個戴帽子的 什麼叫戴帽子 是高官 戴帽子的生了重病 而這個戴帽子的血型 非常罕見 剛好跟這個所謂的 胡錫瑜相同 難怪有一個爆料者說 這是一個預謀 有實在 長時間的預謀 就當你要去報到 報名這個學校 當你在做體檢報告的時候 你就被盯上了 對 你的血型 甚至是帶 甚至報到你的DNA 甚至報到你的骨髓有沒有 配對什麼 可能搞不好 這些都有去做建黨嘛 所以這東西 當然都還只是陰謀論 結果什麼 還要靜待調查 可是問題是 現在連中國官媒 都還關注這些事情嘛 因為這醜聞太大嘛 太可怕了 所以如果是事實的話 誰能夠接受 對中國是大醜聞 所以連老胡 都批評他這件事情嘛 非呀 中國現在是生不如死 他們現在 對他們來講 年輕人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他們現在為了要 等於說有這個所謂的 新的新生兒 我都去開放 未婚生子 我都接受你了 就在這個狀況上 你居然把這種青少年 15歲到18歲的青少年 莫名其妙失蹤 失蹤之後 器官沒了 對 所以說這個官方 是非常不能接受 中國是莫大的醜聞嘛 而且呢 現在因為胡錫影的關係 看盤點 原來中國是各地 都有各式各樣的失蹤 所以這不是單一個案 對 這不是單一個案 因為現在開始 過去大家可能沒想那麼多 現在全部都PO出來嘛 你看這邊 2022年10月23號 有廣州有人失蹤 11月4號有吉林失蹤 11月5號有廣州失蹤 對 當然很多人說 中國人那麼多失蹤 一兩個 本來就會說台灣又有人失蹤 可是這個個案 很多個案 你下去順成不掛 根本經不起推銷 比如說我們電視牆右邊這個人 這是發生在湖北武漢的一個學生 叫做劉奧成 他是個14歲的學生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是大人的嘛 對不對 他這個已經是大人的樣子 1月2號的時候 他去家裡樓下倒垃圾 倒垃圾到時候就失蹤了 你說倒垃圾失蹤 你可能是有想要預謀蹺家對不對 可可怕的事情是8天後被找到 他的遺體遭受破壞過 什麼叫遭受破壞過 這不是一般的 而且公安第一時間 還不讓家長去看這個遺體 所以到底是不是跟我們剛剛看的 胡馨宇是一樣的 因為如果有器官採取的話 你拿不到全屍嘛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遺體遭受迫害 這件事情 而且更奇怪的事情是 我們今天講這個志遠中學對不對 不是前面有個叫做丁家儀的 然後呢 墜樓嘛對不對 墜樓是活的墜樓還是死的墜樓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 學校不是給他150萬人民幣 要去做所謂封口非法 剛剛志遠中哥有講嘛對不對 奇怪 如果是一般墜樓你幹嘛給錢 這是說不道理嘛 你每個學校都有不幸的案例啊 那幹嘛學校賠錢 對為什麼要賠錢 你到底要壓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不能讓這些事情劍爆 那這件事情非常非常奇怪 而且呢 中國還有一個更詭異的案例是這個 這個東西呢是在中國的媒體有特別特別講 他說1月12號最新的事情喔 在推特發出一則截圖 內文提到有一位40歲的徐先生喔 腦衣血 腦出血被緊急送醫 結果呢腦出血他不幸往生了 可是保健哥你知道嗎 腦出血不幸往生之後呢 他的心 他的肝 他的腎 他的肺 他的眼角膜全部被摘除 做成了器官移植 宜礙人間 可是大家覺得詭異的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保健哥 器官配對並不容易喔 我不是單純的就是完全血型相中 結果可以器官配對喔 你知道嗎 器官移植喔 很多時候譬如說我現在重病 我預計我之後會往生 我就先開始配對 這是合理的 可是問題是他的腦衣血 他不知道自己會死掉對不對 結果呢 送到醫院之後 你知道器官是有保存期限的 他送到醫院不幸往生之後 肺只能流6到8個小時 肝12小時 剩24小時 最難是心臟 心臟只能存4個小時 你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集到所有你的肺 你的肝 你的心 你的腎 你的眼角膜全部湊起來 連眼角膜都有 對 全部都配對好 所以這個人到底是真的死亡 還被死亡 也不知道 所以整個謎團坦白講 一定要把這個所謂的胡新宇 這位學生找出來 到底原因是什麼 這中國才可以還清白 好 對 董事長 我之前聽到中國八孩八的事情 我已經覺得匪夷所思了 本來以往講 中國一個少年 等於講到胡新宇失蹤了 我已經覺得奇怪 我也沒有注意看 我今天認真地把他的過程看來 我再看到中國的網民 還有中國的微博這樣講 我覺得這也太不可思議 連司令人都講 當你的遺體找到了以後 問題更多地爆出來 更不用講你的好朋友老胡 胡錫進都講 充滿不應該有的神秘跟混沌 對 而且這個遺體被發現的時候 是在那個中糧集團 就是國立 那中糧集團的 中糧集團 在這個地方的一個糧倉 那那個糧倉本身 因為是糧倉嘛 所以它是蓋的牆 是個高牆 大概有五米高的高牆 五公尺高牆 五公尺的高牆 那一般人來講的話 他就怕人家爬進去 你就爬不進去 對啊 所以那本來開始 公安學校給的消息說 這旁邊那個樹林裡面找到了 結果後來再一追問一下 不是 因為那個樹林 走到這個高 這個牆的地方 他要爬進去 這個不是那麼回事嘛 然後你看牆上掛了那個 我們現在不能夠把那個整個的 整個頭像把它呈現出來 結果很奇怪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他 我看了 我也是這次看了這些資料 我才搞清楚這怎麼回事啊 就人的遺體白骨化的話 大概三十天就白骨化了 那這個當然已經白骨化了 一百多天了 他的問題就是說 白骨化之後 他身上穿的衣服 裡面穿了一件白色的內衣 然後外面穿的校衣 結果這個內衣剛 剛剛施聰明講的 這內衣不見了 這是那個校衣 校衣就打球 那個校衣看他校衣 他校衣呢 然後穿的時候呢 他不是正面的 是反過來的背面的 他背面的話 你怎麼可能 你人活的 你怎麼可能去拉背面拉鍊 他拉鍊還拉起來了 拉鍊拉起來的 他等於說把那個夾克 把它脫下來的夾克 反過來穿 然後後面拉拉鍊 所以一看這個 從這個總統的跡象 剛剛翻牆拉拉鍊 這些都不是他個人 能夠完成的一件事情 真的 所以明顯的是一個 他殺行為 那他殺行為講的話 那你知道老共 這個公安第一件事情 先抹掉 先搓鹽子湯 賠錢 花個錢 就賠錢 上一次不是一個女的 也是一樣的事情發生 一百五十萬 一百五十萬 這次給他兩百萬 兩百萬人家不要嘛 那事情鬧大了 那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疑點 到底是不是販賣器官 或器官移植 等等另外一個可能性 是不是有個地下的 一些器官販賣系統 亂搞一通嘛 那有時候有些 我聽說過台灣人 有跑到大陸去做器官移植 對 配就好了 配好了 所以吳子佳跟劉寶先生配好了 結果到時候沒那麼回事 反正來了又給你 再一個過去 不是 就給你縫上去了嘛 就會開始排斥啊 排斥過兩天 排斥他一打 受不了人就掛掉了嘛 所以這個 因為你在做配對的時候 不是你人去配對 你在台灣提供很多 你的相關的樣本 都去過去嘛 然後他那邊跟著配對一起做嘛 所以你怎麼知道他說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 但是我給你保證 你到了那個醫院 那不是什麼大高明的醫院 都是比較鄉下的地方 他幫你裝那個器官 是不是裝了 裝了 是不是裝了腎臟也 裝了 但是有沒有配對好 不知道 所以會風險非常大 所以曾經發生過很多 在這個患 在器官移植的過程中 就發生死亡事件 所以我說這些東西 中國大陸太大了 他那個賺錢的招數 極其古怪 那這個地方我有看 他是江西 江西這個上遙的一個縣 江西是個省 然後他這個上遙是大的一個市 然後在鄉下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這種地方 江西本來就比較窮 對 那江西比較窮 那這個地方本來就容易 有一些治安的問題 然後江西這個奇怪的事情 比別的地方特別多 因為人口數很大 他是窮的省份 那怪事 那有的時候就是 他幾千塊人民幣 他就幹 他可能也不是很貴 就幹這種 所以這個事情會 比較奇怪的是 到今天為止 海外已經鬧了 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居然中央沒有去做 新聞的管制跟處理 所以表示這件事情 中國大陸的公安的高層 也是有相當高度的疑慮 在看這個問題 可能應該有可能有機會會破案 好 玉鳳 之前我們來講的 柬埔寨 我們講的 你不要隨便跑到柬埔寨 你要去做詐騙 詐騙以後 你沒有任何利用價值的時候 你被剖開 就沒有想到 這個是一個大買賣 沒有想到連在中國 真的一個 我要去念書 我就要念書 我做體檢 做完體檢了以後 我做一些檢查 我就被盯上了 對 所以今天再來講的話 人體的器官買賣 不管現在中國大陸 還是韓國 還是在東南亞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生意 這個東西 我們之前講過 你在柬埔寨的一個價值 細項多少錢 我們就不說了 但是呢 包括在大大界的心臟 肝臟 皮臟 胰臟 都是非常的貴 但是呢 這個事情呢 其實我問過一個專業的醫生 我想說不對 心臟應該就像剛才鄭浩哥講的 他是最難保存的 如果你今天是最珍貴的東西 一定是最貴嘛 在一個合法的地方 你臺灣要做的話 你必須要有兩個醫療團隊 譬如說受證者 可是捐證者 你要準備好 弄好心臟之後 你要帶過去 所以這過程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不信到東南亞去 到柬埔寨的話 他是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方式 依你一個受證者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你在那邊等就好了 他不是在兩邊手術 他是把你帶過去 甚至有人說是用火艇 所以你看他 他不是說你在這邊拉了 他是直接把你帶到那個 一個船上去 直接活體把你給處理掉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就沒有保存的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到這麼醜陋 那就是因為有很大的一個需求 所以只要你像我們剛才講的 他不用配對 反正你去 他用一個量 一個大數據 你量夠大的時候 就有機會配對成功了 所以真的 不要去柬埔寨詐騙集團 好可怕 因為他們最後就是弄 弄不到 反正就是處理掉 你這一條人命在那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不值錢的 那你會覺得說 那我們就不要去就好了 你不要去 你知道嗎 現在最可怕的 並不是說柬埔寨那邊的黑幫 怎樣 現在都是臺灣人 騙臺灣人 很多人 什麼叫臺灣人騙臺灣人 這個人之前 他是演一個 反正他就是一個臨時演員 演一個角頭 一個角色 但是他現實生活裡面 也是一個外神掛的一個角色 他在臉書裡面講說 簡單一句話 被拉拔到很膩了 什麼意思 有護照 確定要出國 打拼了再來 好 人到位 錢到位要四個人 他重點 這個重點是梅干 你要出國去打拼 你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事嗎 你還沒出國 你可以先拿自己的退佣 十二萬 你知道嗎 這些人被他騙過去之後 你要是有拿退佣的 為什麼他講說 你拿退佣 必須要待滿一整年 並不是說 你要幫他工作 幫他詐騙 那是因為在一整年的期間裡面 我把你豢養著 當我們配對配對配對 配對好的時候 就是你啊 就跟夾娃娃機一樣 我用一個人礦的概念 這些人都說叫什麼 叫人礦 有黃金礦嘛 有銅礦嘛 這些人就是礦場的概念 你就是養在那個地方 你要是先拿自己的退佣 你養在那個地方 當娃娃機 你配對到你 外面的大老闆 有需要你的器官的時候 你就跟娃娃機一樣 就被叼起來了 所以這些人你知道嗎 他做了幾個月 你不要嚇我 他做了三個月 他就賺了多少錢 賺了五千萬的一個台幣 比在台灣混黑社會還好混 好這些東西 你都會覺得說 哇 這個東西好像 呃 太殘忍了吧 太殘忍了 那我還卻沒有人性 沒有人性 另外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 他在臉書上面 他在寫說什麼 心存善念 不害人 用心堅持做對好對的事情 絕對不靠後面背後的攻擊 成就自己 你看他寫得很正面嘛對不對 可是他實際上的工作 他表面上 他好像是一個行政 公司的行政 但其實呢 詐騙局團幫他租了一個房子 這個女孩子呢 就是在管理迪亞的 什麼叫迪亞 就是說你要去求職詐騙 然後最後你被上鉤之後 你在台灣先豢養著 等到時間到 再送去柬埔寨 但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竟然跟一個 他管理的迪亞談戀愛了 好 跟一個男生談戀愛了 那這男生其實他就想逃嘛 他就是用他的帥 然後甜言蜜語 我們摘起之後 你就不會把我送出去 確實前面幾批呢 他都沒有送他 可是呢 當有人逃脫之後呢 他還是把他的男朋友給送出去 所以呢 簡直說為了賺錢 一個人就是兩萬美金 只要送出去 我不管你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我不管你去那邊有沒有做詐騙 反正你最後 你的身體 就是你最大的本錢 高中生胡興宇 他莫名其妙地失蹤了一百多天 一百多天之後 找到他的遺體 找到了遺體以後 有太多的謎團等待來解開 解開到什麼程度 你這樣看到 中國大陸這麼多人 這次COVID-19 有這麼多人死亡 你有覺得有什麼風吹草動嗎 沒有 全部壓下來 可是這件事情 怎麼樣都壓不下來 壓不下來之後 今天上午 全是江西省的公安廳 而且是江西省公安廳 包括的是 所有人 聯合起來 做一個新聞發布會 也就做了一個記者會 來說明 沒有 他是自殺的 這個我們都已經調查問過了 他的內障沒有問題 那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這件事是發生在上饒市 因為有上饒市的 他們相關的公安單位 就來講就好了嘛 結果現在人家不相信他 人家不相信他 於是今天是江西省的公安廳 召開一個記者會說明 江西省 這個省公安廳 這個記者會是今天早上 中國人民最關心的一件事 連央視新聞還直播 央視直播 還直播這個狀態 人民日報他們都直播 因為這場太重要了 你看央視新聞 胡某宇事件的這個新聞發表會 好多人寫 然後很多人都說 全部大家都全部在關注這件事 那就不用講 微博熱搜裡面 所有的報都是他 而且那他們 警方說了什麼的時候 馬上就有人發帖子出去 發帖子馬上就登上熱搜 你看這個胡新宇 胡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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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大家 全中國大陸民眾 只有關心這件事 到底他是怎麼了 好 那今天不都已經警方出來了嗎 不都已經開了記者會 甚至把錄音帶弄出來 還不能事宜嗎 而且他們今天的記者會 真的是非常的這個浩大 除了他們全部出來之後 他們還做了一個 3D環園現場的這個畫面 3D環園 對 就是說這個這個暗場 到底是怎麼樣 怎麼發生 你看就是他們的 他們還做出來了 讓你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在圍牆 圍牆旁邊 然後圍牆旁邊的時候 他在那個裡面的樹林裡面 他就在那個地方 被發現他的屍體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找不到 講得非常非常多 其實講得非常多之後 然後整個他還特別講了 他的屍體的這個 檢驗狀況裡面 因為他還說 他的什麼肝臟什麼都還在 臟氣都還在 一百多天還會在嗎 他說 他說臟氣還在 他的檢驗報告是這個樣子 然後 他講說 他說什麼 皮膚皮革化 皮膚皮革化 我摸過木乃伊的皮膚 就像皮革化 我才不相信說你一百多天 你的皮膚居然皮革化 然後他講了 他說全身骨骼完整 顱骨 胸椎 脊椎都沒有骨折 還有胸腔裡面沒有出現 各個 臟氣 重點 臟氣在外 在裡面沒有缺失 對 當君腐敗 他講這樣 就都還在 你們不要再說那些什麼 什麼器官移植的事情 結果沒想到 他後來講完沒多久 就開始說 他的這個心理的這個狀況 開始講這樣 講很多 然後就說什麼 他的這個個性怎麼樣 然後可能就有表達 有明確表達 厭世的表現 還有輕生的傾向 然後後來又說 因為他當地有拿到一個錄音筆 那錄音筆又說你看 他的確 這個實德已經清晰的 表達了自殺的意願 所以講到最後就是 應該他就是自殺的 就這樣說 大家完全不能夠 為什麼不能接受 因為這裡面 警罰都出來了 你還是有一點沒有跟大家講 為什麼 你看大家就出來了 你看 這醫學博士就是說 人死30天後就白骨化了 是看不到裡面的臟氣 臟氣就沒了 請問你的臟氣是哪裡來的 大家不相信嘛 不是 臟氣是你裡面 腦最快 臟氣是最早腐化的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好 那再來 就有法醫說 鞋帶懸吊一百多公斤的 一百多斤的重物這麼多天 可能性不大 我們都知道其實 人的骨頭這個地方 你只要稍微鬆掉 你可能就撐不住了嘛 然後根據辦案的經驗 屍體的脖子很難 承受體重長達三個多月 屍體難道不腐爛嗎 還能掉得住嗎 早就失身分離了 按照常識去想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說你剛剛講到 我的外表都已經皮革化了 對 我的內臟都 內臟還在 腐敗而已 然後我剛好掉起來 掉起來的時候講 我已經腐敗了 然後那個三根的鞋帶 還可以幫我撐住 撐一百多天 完全不相信 甚至還有你看 馬上就有網友在那邊測試啊 他說用他的鞋帶 跟他找一模一樣的鞋帶 他說根本撐不起來啊 連撐都撐不起來 所以他說 這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了一件事情 大家完全不能相信 那甚至你知道 馬上就出來了 就是說你這個錄音筆到底能不能錄到聲音 馬上錄音筆的客戶就說 我們看了當場他那個錄音筆了 你看這就是測試 他測試的畫面 馬上就掉下來 根本完全撐不住的那個狀況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錄音筆 這錄音筆也是一樣 錄音筆就說你這個錄音筆 因為前幾天中 我曾有非常冷的這個狀況 結果這個錄音筆他說 他只能夠用零下2度到40度中間使用 如果你之前有潮濕到這個錄音筆 可能完全都不都會壞掉 所以按照當時的天氣 他這個錄音筆應該是壞掉了 那你哪來的什麼 最後他的這個結語是什麼 清晰的表達了還用 清晰表達了自殺的意願 那把明理就是在吃案嘛 所以大家都完全不能相信 就是這樣子的情形 大家完全都完全難以解釋 而且尤其我們就講嘛 他距離學校很近嘛 那為什麼會沒有人發現 所以大家完全 而且他還說什麼 他不能理解 他一直要選擇 網友都這樣覺得 要選擇自殺 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 他還要刻意避開所有的監控 然後不選擇最近的學校廁所 還要跑到這個圍牆後面 五公尺 他們再怎麼想都不可能 那偏偏警方又一直說 他就是想要自殺這樣一個狀況 這完全是網友都沒辦法接受 更可怕的是 現在連他爸媽都失臉了 現在又還有什麼 而且你知道 因為這案子出來之後 你知道很多網友有正反意見 結果沒想到還有人 你看官方的這個說明就出來了 他就有人在嘗試維穩 他說我是胡馨宇的同學 那曾發生這種事我是很痛心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保持理性 不要受一小部分的境外反華勢力 就是境外反華勢力的苦惑 然後他的死是合情合理 結果這樣出來 就當然又引起大家就罵他 罵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結果沒想到現在怎麼樣 現在傳言說了他的父母親 還有他很多的親戚可能都不見了 就是說他們可能疑似現在手機被拿走 或是手機被沒收 不能夠去發相關的文件的這個狀況 可是你知道保傑你知道 這非常有意思 因為早在之前就有人預測這件事 你看這是之前 這是2022年的11月19號晚上86點發的 他說預測一下胡馨宇的事件 因為二月份就快要開學了 肯定要處理了 之前上學的人比較多不好處理 1月28號 29號 30號會驗出結果 結果是上吊 在經濟山倉庫的小數裡 含有錄音筆 錄音筆肯定是被做了手腳 天啊 完全一模一樣 王忌世本 對 完全一模一樣 大家完全嚇傻了 那他還有什麼 這幾天就說 有人就說什麼 連宋祖的都出來了 有 他就說什麼 小胡的零件在10月14號當天晚上 他們就開車 然後開了一輛很好的車直達上海 那直接送到醫院的手術台 而且買零件的人出了價格 非常到幾個億呢 所以等於是說大家全部 很多精準的三文全部都已經 現在很多文件你已經在中國看不到 都被下架 都不見了 現在在管制了 所以就知道 那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所以大家更不能夠相信 而且現在大家矛頭都指向學校 為什麼學校 又網傳說 因為他們有個光頭老師 就威脅這個胡馨宇的爸媽 就說 胡馨宇媽媽 我昨天給你兩千 兩百萬 那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你要是簽也得簽 不簽我叫你什麼也得不到 從此之後我叫你本線寸鋪難行 處處給你穿小鞋 這是網傳啊 那就有人說 難道這個光頭是殺手嗎 不過呢 就有媒體去問他們校長 他們校長就這樣 這是他們的這個這個 志遠中學的校長 就沒想到自媒體問他說 他還很槍你啊 說我不會上過你了 這樣啊 我覺得反而不應該 這個是校長 對 校長的臉這麼兇 我覺得自從說發生這種事 你反而不應該這樣 因為你已經 你可能也疑似是有一些擇思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去弄人家 我不懂的是剛剛昨天在講是 今天如果有學生跳樓 那當然學校也是受害者 學校當然也很難過 那幹嘛學校給錢 對啊 這就是很不合理 而且你知道 而且花錢了事 我們昨天講到胡馨宇 他是被破格錄取 他明明不在這個名次之內嘛 而且他失踪前還意外又做了 又再額外做了 寫這個寫常規的這個檢驗 還有肝肺的這個檢查 所以那你沒事幹嘛去做這個檢查 如果你要親身 你也不會去做這個檢查 對不對 那所以就整個完全 那就後來人家就爆料 他說有一個網友在爆料 他說致命的中 這是致命中學 裡面已經有21個人這樣 他叫致遠中學 現在大家都叫致命中學 對 他說從2009到現在 已經有21個人失蹤 而且他直接又說這幾年 從2019年開始就發生了事起 2019年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這個叫張倩的女同學失蹤 然後2021年的時候 有女老師 女老師也失蹤 然後在他這個胡興宇發生的前三個月 也有一個跳樓的 但是那個人就被處理掉 因為網上沒有人在處 沒有人在報這件事 所以事實上現在整個 這完全大家太多無法解釋的事情 而且你警方你也說不清楚 所以現在搞得人家都完全不相信 江西省警方辦案的結果 好董事長你說 這真的是大事了 這真的是大大事了 為什麼 今天出來開記者會 你看開了這個警方新聞發布會的 叫什麼 是江西省的 省的公安廳 如果說一個喪擾事 就要動到江西省的公安廳出來開記者會 那就是不得了了 所以這個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來北京的態度 北京態度很清楚 他就是放任了 媒體繼續鬧 媒體繼續吵這個事情 對 就是你現在江西幹的事情 你自己給我收拾善後 北京公安部不處理 對 這個事情還沒有到北京來處理的程度 應該這樣講 所以就已經一個那麼小的一個案件 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人的一條性命 一個年輕人死亡的一個治安事件 搞到了江西省的公安廳這種省級單位負責人來開記者會 這個很大很大的 很大 然後告訴你說沒事 沒事 他告訴你那個是自 那個是 那個是自 那個是自殺生亡 對 他這樣跟你幹 那你怎麼辦呢 拿什麼皮條 然後校長罵人 對 你不能用台灣的視角來看大陸的問題 對 他這樣亂完這事情就結束了 就壓掉了 不是 他沒有壓掉 這事情就結束了 不然你要怎樣你告訴我 你要怎樣 你要跟我講嗎 不然你要怎樣 不然你要怎樣 但是很簡單 我講我的嘛 你聽你的嘛 過兩天就不准講 不是沒事的嗎 所以真的就像 現在網傳說這個光頭老師 對著他的媽媽講說 我已經給你兩百萬 你不簽我現在給你機會 你簽也得簽 不簽我什麼 你什麼都拿不到 從此以後你寸步難行 出租給你穿小鞋 都是這種風格 不是 就簡單粗暴嘛 他說共產黨在治國的原則 就是要維穩嘛 維穩就要相信黨的話 配合要跟著黨走嘛 那黨叫你往哪裡走 就往哪裡走 對不對 你說這死一個人 算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這是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中國的制度你要理解 大家都要不要用台灣的視角 看他的問題 他就死了一個人而已嘛 那你要吵什麼吵呢 給你吵一個禮拜了 夠不夠了 夠了 明天不准吵就沒事 好 惠臣 你之前講過人框兩個字 我想人框什麼都想 我看到胡興宇 完全感覺這種春框 難怪中國現在生不如死了 真的很可怕 我們去年其實花很大篇幅 在講八孩媽的事情 那時候就覺得說 你看年輕 因為中國就是女生越來越少 所以你要生小孩 一定要有女生 所以就開始在路上 去擂十幾歲小女生 然後變成了最後十幾年之後 被發現她竟然已經變成 是八個孩子的媽 而且還不知道 這八個孩子 是不是同一個先生的 就變得很可怕一件事情 你以為這件很可怕了嗎 你女生 嫂 我要把你搶搶過來 變成幫我生小孩 男生 他要你幹嘛 他要你身上的器官 他要移植 所以整個中國 如果你是貧困 或者是你不是有背景的人 你年輕女生 剛好變成幫我生小孩的機器 你年輕男生 你身上的脹氣 就是未來我移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太可怕了吧 所以整個中國 為什麼這件事情在中國會炸開來 因為每個人到現在才突然發現說 原來我們都是中國高官所豢養的那一種獵物 什麼叫獵物呢 就是說你要我幫你生小孩 我就變成要幫你生小孩機器 如果你要我藏氣 我就要被弄出來 所以這整件事情在中國 就真的已經是炸開來了 那我們來看剛剛為什麼大家會講到胡新宇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之前曾經有一個 他們自己衛生部長曾經講過死囚 他們就問他說我們中國主要器官移植 幾乎全部都來自於這個死刑犯的 那他就在受訪的時候講這件事情 結果那個主持人就非常吃驚 就說那這些死刑犯都同意嗎 他就自己都講漏嘴 他說你覺得有可能嗎 後來發現好像有點講漏嘴了之後 就補了一句說當然當然是自願的 那後來他們就講到說 中國有這麼龐大的九千到一萬 每年都等待著要那個藏氣移植 你如果說這個死刑犯的這個器官不能移植的話 那要從哪來 所以他當時接受採訪的時候 是在大方的坦承說 我們中國就是用死刑犯這些藏氣 後來當然因為人全世界人權組織 在反對這件事情 因此這個女生就開始就問他說 那我們現在到底中國有多少人 需要那個椅子脹氣啊 那個脹氣器官從哪來啊 他就講到說 哎呀這個東西事實上就不透明啊 那不透明的情況之下 有一些地方就有一些傳聞啊 什麼傳聞呢 把貧窮的人圈養起來 這是他自己講的喔 你用圈養兩個字 他自己講的喔 而且是他的衛生 前衛生部長自己講的喔 所以這整件事情 現在這個胡興宇的事情 把窮人圈養起來 對 為什麼要圈養起來 因為你這個人命不值錢 但你身體裡面的脹氣有用啊 所以為什麼胡興宇這件事情炸鍋了 因為大家現在一對起來都發現說 為什麼全中國 你不要講別的 光是你最近一個多月以來 竟然被發現說有十幾名 中國各地加起來 竟然有十幾名中學生離奇失蹤事件 這離奇失蹤事件很誇張 比如說11月12號武漢14歲的中學生離奇 他媽媽說我也不過11月12號的晚間8點30分 我叫他去幫我倒個垃圾 我的小孩子從此之後再也沒有回來了 那還包括誰呢 右邊的17歲女生 吉林省的高三的女生 一個叫鄭村梅的 她也是11月4號八點多就消失 她說她要回家拿一個戶口名簿 從此就失聯 大家要記得喔 這11月份那時候 中國事實上還是在封控期間 一個封控期間 還有辦法有十多個小朋友 就這樣子 而且都是十幾歲的 全部都不見了 那現在整個大解放 那你看每天中國各地 有多少人會不見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整個在中國炸開來 因為大家就會擔心 我家十幾歲閨女出去一下 可能不見了之後 十幾年之後變成巴海嗎 我家的兒子去念個書 而且在一個封閉式的校園 人不見了 不見了一百多天之後 變成是說用一個鞋帶 就會把自己給弄死 而且是自殺 所以現在每個中國人父母都會擔心 自己的小孩子今天出去之後 到底今天晚上能不能回家 現在全中國都在看這個字 胡興宇 整個微波熱搜 所有的排行 他全部都在前面 還有 這事情鬧到閃爭度 鬧到連央視 連人民網都說 這件事情不能作假 鬧到這個國家都為他震動起來了 然後呢 今天早上 他是江西省的上饒市 可是他居然由江西省公安廳副庭長 胡滿松 親自出來開記者會 你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天大地大的事情 出來開記者會了以後 本來講他就是自殺身亡 還有一個錄音帶 錄音帶就證明說他有青森的念頭 可是沒有想到出來以後更炸鍋了 大家不然想像 中國真的這麼可怕嗎 真的有一個小孩子 你要開始去念書的時候 你就做了體檢 做了體檢以後 開始比對你的血型 做了一些乾跟腎的檢查 做了乾跟腎的檢查以後 入血沒多久 你就失蹤了 失蹤一百多天以後 你的什麼東西都不見了 對 所以你說今天其實中國省縣市一次排開 六位大官出來講 講什麼 本來是你看 那一次排開 大家舉手問問題 想要得到一個答案 結果沒有想在一場記者會開完下來 大家有更多的疑問 為什麼有更多的疑問呢 他說今天的記者會宣佈 就說他的臟氣都還在 而且他其實有找到錄音筆 這個錄音筆裡面有非常清楚露出說 他其實有親身的意願 為什麼一百多天之前 一百多天以來 這個同樣地方被搜索過這麼多次 不要說是錄音筆 連個人的私體都沒有找到 現在卻全部都出現 大家有太多的疑問 結果全部他的解答就是說 確實這一百多天沒有找到 這是我們要深刻反省的地方 大家會心裡想說這怎麼會是 大家會認為說 從頭到尾都是你們所不出來的一個局 為什麼說是不出來的一個局 大家的疑問是什麼 就是說第一個 那你到底這個小朋友是怎麼樣死的 他說我們現場的錄音筆 發現說他其實是親身 而且他們就說 他的屍體高度的腐化 然後皮膚有一個皮革樣 頭皮未見出現 骨骼完整 脊椎都沒有見到骨 沒有見到骨折 而且臟氣最重要是 他強調一些瘴氣無缺失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 要告訴大家說 這小孩子真的是自己親身的 而不是就是說 你們大家所傳言的什麼 或被人家怎麼樣 所以他交代的很詳細 說他的屍體高度腐敗 而且皮膚皮革化之後 頭皮沒有出血 骨骼完整 顱骨沒有任何的一個骨折 牙齒 對不對 牙齒只有一點點牙齦受損 整個牙槽並沒有破損 甚至你的胸腔 你的腹腔並沒有淚出血 強調你的脹氣都還在 可是他講不對啊 你如果是一百多天 你的脹氣照樣都應該腐化掉了 都應該腐化掉了 而且最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那他為什麼裡面原本穿的白衣服不見了 他外面的那一件衣服又反穿呢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失衣的 我想要親身的人 我沒有事情 我給我裡面衣服脫掉被衝傷 我每次都把我衣服反穿幹嘛 而且最詭異的一件事情是 你沒有看到 現在已經有媒體去針對 3D還原呼吸與屍體發現的一個現場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那個牆很高欸 他等於是他還要爬過那個牆 然後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進行 總共有五米 五米高 誰 哪一個親身的人 要爬了一個五米高的高牆 然後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親身 而且還要把自己的衣服脫掉 然後外套反穿 他花這麼多的工夫要幹什麼呢 所以現在大家疑問 馬上現場就有人問 這個應該是被加工的過程 案發現場是第一現場嗎 他也跟你講 現場完全沒有打到的魂巾 認定他是自意死亡 所以這個現場 屍體發現現場 就是第一現場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回應 而且他還跟你講什麼 他還說這個 而且強調兩件事情 我們之前不是說他是用鞋帶嗎 他說這不是鞋帶 他是有一個神套 他說這個神套是活套 是繞頸的一個閉環式 所以他這個頸部的呈現出一個皮革樣 所以可見他真的是自意生亡 那到底從頭到尾 為什麼會有一個說什麼 用鞋帶綁的一個方式 如今你又說是一個所謂的繩索 所以怎麼死的 然後死的東西是什麼 到底現場是不是第一現場 其實這些東西 你六個大官坐在第一排 講出來這麼多話 但是所有的前言不對後語 而且大家有更多的疑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到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還整件事情還是一樣在微薄炸鍋 而且這件事情為什麼會在中國炸鍋 就是因為他不是單一的事情 原來就是這所學校 還有最近這段時間 中國的青少年失蹤死亡的比例也太 失蹤人數也太多了吧 是 我們都知道 其實中國是在十二月份才開始解封 但是從十一月到十二月這段時間 全中國十幾個省市 竟然有十多名的青少年一樣 也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蹤 所以大家就想說 胡興爺這事件不是個別事件 而是一個共同的現象 什麼共同的現象呢 就是如果你不是有背景的人 如果你不是家庭環境很好的人 如果你只是一般的普通的青少年 你可能身上最值錢的地方 就是你的臟氣 你可能今天出去念書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回家 現在大家不斷地PO這個照片 這什麼照片呢 就是他跟他媽媽的照片 據說到目前為止 他的家人 包括他爸爸媽媽 包括外公外婆 包括他阿姨叔叔 舅舅們 現在全部都被中共給監控當中 而且手機 包括手機都被沒收當中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他的微博 突然莫名其妙變成英文 所以他們就說現在不僅是 應該是說胡興宇的屍體才出現 但是他們家人現在可能才真正要變入 一個未知的一個情況 而且現在大炸鍋的時候 我們首先有談到說 原來有很多高官裡面 你的臟氣都已經被更換了很多次 你哪有那麼多臟氣可以更換 另外就是他之前有一個衛生的官員 他在接受訪問之後 自己不小心說漏嘴了 說漏嘴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 他們大量的用死刑犯 而且是死刑犯並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 第二個就是找一些貧窮的人圈養起來 是他們去年的時候有個大官死掉的時候 不是就說 哎呀之前有一些相關畫面 就說我身上很多的一個東西 全部都是這個移植過來的 哪來那麼多一個人可以身上移植 那麼多東西 現在呢另外又翻出了什麼 我們去在大概兩年前吧 這個前衛生部的部長接受媒體採訪 結果呢他人家就問他問了 他就講了講的就講說 其實我們中國的這一些器官移植來源是哪裡 他說主要都來是死刑犯 為什麼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臺灣 我們中國這一種器官移植觀念 沒有很沒有很開明 所以只有三四成人 結果後來那個記者馬上就問他說 這些死刑犯是自願要捐助自己的器官嗎 他就笑一笑說他怎麼可能 後來他發現好像有點講漏嘴 他說當然是自願要捐出來的 所以人家就心裡想到說 你在這整段的專訪裡面 你強調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第一個確實中國的主要器官捐贈的 全部都來自死刑犯 他還想說中國的器官移植市場是骯髒的 他可以把貧窮的人圈養起來 取出器官買賣 是因為他就說兩個來源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一個死刑犯 第二個是哪裡 他說是有一些傳聞 他們把一些貧窮的人缺氧起來 然後就正針對器官進行相關的一個買賣 那這話一出來之後 其實不是正告訴大家嗎 你們這些貧窮的人活著 其實就是等同為高官 未來器官移植可能而生存的 好 正好另外就是 剛剛講的 他器官移植最多的來源是來自死刑犯 可是有的根本不是死刑犯 他幹嘛 我就會在獄中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死亡 對如果死刑犯不夠怎麼辦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獄中的人 因為我們之前講那個中旬就是封閉式管理對不對 其實真正封閉式管理是監獄 所以現在很多人特別整理出來 中國各種在獄中離奇死亡的 裡面的怪到你不敢置信 有躲貓貓死掉的 有細鞋帶死掉的 有疾粉刺死掉的 有洗臉死掉的 有蓋棉被死掉 還有呢 洗臉會死掉 對 先講躲貓貓死掉是怎麼樣 是在2009年2月 雲南臨近縣 近陵縣有一個人 他是怎麼樣呢 就是第三條 他狀況是回來的時候 屍體送回來的時候 頭 頭破血流 全部都是死掉 然後這樣問怎麼回事 你知道監獄直接回答說 沒有啦 這個犯人在監獄裡面 跟人家玩躲貓貓 撞牆不小心自己把自己撞死了 結果呢 後來調查出來是什麼 被監獄裡面毆打致死 這躲貓的部分 另外呢 第十個更扯 他說摳粉刺死掉 什麼叫摳粉刺 是2009年山東雲登市裡面 有個看守所 他發現喔 屍體送回來就死掉 結果呢 死掉了他胸口這邊有個洞 胸口有個洞喔 後來那家族就怎麼搞呢 這胸口有什麼洞 他說沒有 這洞原本是粉刺 我擠掉 他那個犯人擠擠 後來死掉 後來家族怎麼會姓嘛 拿去驗屍 發現這個洞喔 是裡面有一個 類似長肩的這個銳器 戳到胸口後面死掉 甚至還有什麼 鞋帶死掉 這是什麼東西 他在一個派出所死掉 派出所死掉之後 明明就勒弊 結果呢 明明勒弊就說什麼呢 可是他怎麼被勒死呢 他要上手銬啊 結果呢 警方給的方式是什麼 他拿一個紙幣 把這個手銬打開 手銬打開之後呢 自己拿鞋帶 把自己上料弄死 請問你在看守所裡面 你如果可以用一張紙鈔把鎖打開 那就是了 逝世之後呢 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叫朱永鑫 就幫他寫篇調文 這個調文不看好 一看我頭皮發麻 他說這些年來 高瞻祥 一直在頑強地與并謀對抗 這OK 下一句 身上的脹肌換了好多 他許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 請問一個人在等器官移植 你要等個肺 等一個心 都等到死掉 多少人等到死掉沒有 他竟然可以換好多 身上的零件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這邊文章 一出來全中國全網炸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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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